大家好,歡迎來到Key的視頻 之前有炮仔提議,按照球員的冠軍數組隊 我覺得這個想法相當不錯 所以畫面上我是分開了七隊球 這七隊球員基本上都是用了All Time 歷史球隊裡面的版本 我慢慢介紹 首先我是將六個總冠軍以上的球員名放入了公牛隊 球隊的安排我是根據這個總評最高球員來決定 這裡我選擇了MJ作為指標 指甲哥隊有Adujabar,Michael Jordan,Bill Russell,帕斌,Hevichek,Bob Kuzi,Sam Jones,Heisen,Kasey Jones,Robert Orwee 或者你可以叫他Will Smith 因為他們的樣子真的很像 其他球員就是臭數而已,不用理會了 繼續 接著就是三冠王隊 有Larry Bird,Deeway,麥希爾,James Worthy,Dennis Johnson,外星人Casso BJ岩仕堂,佛山無影傑,阿寶雲,Byron Scott,古高治,夏士林,AC Green,Danny Green,Rick Fox 以及是Javelle McGee 最後一個登場的Javelle McGee 接著是四冠王 有LBJ,Shakir O'Neal LBJ兩個總冠軍在2科中 所以都是放在2科隊 LBJ,奧尼爾,居里,東尼帕加,Robert Parrish,Sherman,Klay Thompson 讚勞比利,Dreaman Green,Ego,Dala,Wilkas,加蘭達,Rambis,Pardieu 還有Sally 就是這樣的陣容 繼續 接著 沒有拿過冠軍的球員 都可以參與這條影片 那實至名貴 絕對是放在猶他 卡爾瑪隆,史托頓,拿樹,AI Jace Bolo,卡達蘇,Elgin,Vader,路斯,夏登,George,Gervin 接著是人類電影精華,偉見士 Westbrook,Carmelo,Patrick Ewing 以及T-Mac 零罐都可以爭奪一下 接著是五罐王 Match Johnson,高比,鄧肯,Michael,Rotman,Harper 接著是Cooper Sticker又來了 這個鏡頭 你真的笑得很開心 加上教練生涯 你是不是九個總冠軍 現在笑得很開心 費沙 Cybro 如果我讀錯了名字 不要怪我 Lewis Lewis Fry 我盡力了 還有理信教練 其他球員的話就抽數 老實說 有些球員年代真的比較久遠 真的不是我的年代 好,繼續 一粒戒指 大O KG 盧斯基 摩西斯 馬龍 謝里韋斯 我是按照路斯的總評 其實都是98總評 有些是士氣家 謝里韋斯 這個是JoJo White Bob McAdoo Villis Reed Joel Dumas 以及 The Bushi 好啦,陣容就介紹完了 七支球隊都看過了 我編輯這個名單都花了很長的時間 除了三個冠軍以上的球員 查資料比較好查之外 其他真的要慢慢找 因為我要按照2K的總評排序 所以喜歡的朋友希望多點贊 有一個現象很明顯 冠軍數越少 球隊的明星就會越多 很正常 不是所有球星都得到總冠軍 在這種情況下 輪換的人數怎麼辦呢 就取決於陣容當中有多少個90加的球員 譬如你有15個90加的 最大限度是13人輪換 就是打13人輪換 最少人數的就是五冠王這隊球 就只有 你說計算下泊都是多少個 6個人90加 那就打6人輪換 不需要擔心的 因為傷病和疲勞累積我都是關閉了 沒辦法 只有這樣設置才公平一點點 因為你好像零冠王 一冠王 陣容實在太豪華了 沒辦法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大家看看哪一隊球 其實很難猜的 七隊球加上一大堆75大的球員 真的是神仙打架 我就比較好奇 這隊最強榮譽 芝加哥隊是甚麼成績 有沒有人幫我計算一下這群球員加上 他們的戒指數有多少個 從Will Smith 從Will Smith這裡開始 一直到Karima 加起來有多少戒指 有沒有人幫我計算一下 不計疲勞的話 這隊球還是有機會的 所以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開始模擬 好了 賽季結束了 五冠王鄧肯是NVP 都頗正常 剛才我提到戒人的陣容 90加的球員比較少 所以輪換的人數也比較少 但在上次比較多 他就24.3分 12.8個球員 或者37.8%的三分球是甚麼回數呢 45中17 好過阿Ben很多 Gideon最加雙手 很少見 閉上眼基本上都是比阿根靈鹹 最加的路人 是Bill Russell 很明顯的手法是Karima Dujabba BPOA也是Bill Russell 一陣有Magic Johnson 這個不是無冠隊裡面的 詹姆夏登 因為有些現役的我沒有剔除 然後有鄧肯 Larry Bird 現役的我不說了 當然詹姆夏登也是現役的 二陣有高比 D.Way 麥希爾 James Wurvey 三陣有Bob Kuzi 幫詹姆 這個是現役KD 還有Shakeel O'Neal 戰績的話 肯定是統治全聯盟 東部有三隊 一隊是芝加哥 75勝7部 4冠王隊是70勝 3冠王隊是62勝 西部這邊也可以看看 1冠王隊是78勝 2個戒指是74勝 5個戒指是73勝 沒有戒指的只有71勝 糟了71勝我居然用 只有這個詞 是不是有點過分 其實要補充一件事 最少90加球員 是波賽這邊 三冠王隊這邊 確實是比較少 而且我看到這個輪換 他們沒有辦法 但是我剛才看到他們是上麥基的 現在經過協商之後 中鋒這個位置交給麥希爾來打 OK的 其實數據說 都沒必要看得太詳細 因為每隊輪換的人數都比較不均衡 那我直接無意 第一回合就肯定是直接無意 你不要跟我說這七隊 對球進不到 沒事的 那第二回合我們看看 嘩 有三個match up 是涉及其中的球隊 其中的六隊 所以這三個match up 我們無意到 拿到賽點的時候 我們慢慢看 那首先 嘩 全部都是2比1 首先 嘩 全部都是2比2 果然夠刺激 這集應該是神仙打架 那所以 哪場球開打 是不是這場球開打 2Rings vs 5Rings 2冠王 vs 5冠王 5冠王就是胡人隊這邊 我們有沒有入場的機會 看過小 看過小 沒有啊 沒有的 所以5冠王進級了 高比率領5冠王 高比這場球是27分 Max Johnson也是27分 那個新聞是這樣寫的 你說計總評應該是Magic Johnson 高一點的 3比2的 比分 現在是3比3 Sorry 所以剛才那場球 就是 是 Sorry 太多隊了 有點亂亂 所以我繼續sim case 沒辦法 我又想入場 那怎麼辦 接著的話 是4冠王 vs 3冠王隊 總比分 我都不記得 有點亂亂 反正我就看有沒有機會入場就可以了 那所以 3組 喔 最低我想停 停得有點慢 Big Game James 拿下了41分 3冠王 都贏了 最後的比分是 James 41分 Larrybrook 24分 換言之又是3比3 神仙打架 所以 到這邊了吧 1Ring vs 0Ring 對 是這邊 有沒有入場的機會 一心七用 是會有點亂亂的 看來 零貫王隊這場球 哇 勢頭凶猛 沒有入場的機會 全部3比3 夠了刺激 繼續sim case 首先是5Ring vs 2Ring 現在全部3比3 我知道總比分是多少 2冠王在主場 沒有入場的機會 好像沒有 沒有啊 所以 2冠王成功晉級 5冠王被淘汰 不過5冠王的陣容 90加的球員 確實是少一點的 下一個Match of 是輪到 輪到哪一隊 3Ring vs 4Ring OK 4冠王在主場 嘩 沒有入場的機會 完全 你沒有看過總比分 全部打GAME7 但每次sim case 完全沒有機會入場 剩下一個Match up 剩下一個Match up 來了 達拉斯1冠王 VS猶他林冠王 看看對於總冠軍 是否更強 還是戒指的說服力更大 看看 去到最後 有了 這場球應該有機會入場 有機會入場 有機會入場 最後4分34秒 一顆戒指的牛仔隊 是領先3分 你說怎麼看數據呢 13人輪換 這兩隊都是13人輪換 所以 所以這個得分 就不會太高 強的得分 不會太高 直接入場OK 好了 進入現場 首先是無罐隊的進攻 AI套給卡爾馬龍 Pose Up 身材優勢太明顯 每個投防守端 他就沒有跟著羅斯基 你放羅斯基 只能3分 你只能撿球 跟著 AI這個錯樽 是做到 幸運 加分命中之後 一罐隊那邊 沒有得分 卡爾馬龍分球 給到尖斯下等 3分5秒 最後3分半鐘 左右的時間 我們慢慢看 羅斯基 打算吃過一場味 卡爾馬龍 你不會真的沒有看過球 放空羅斯基射3分 要不得 這樣防守 太中階了 大奧是ISO 單打AI 動作不錯 卡爾馬龍 保防到位 窄土式的blood shot 跟著進攻端 卡爾馬龍對位的球員是大奧 所以拿球馬上Pose Up 推一下 但已經去到進攻有利區 超級輕鬆 好 探貓結束之後 一罐隊這邊 給到大奧 對於Patrick Rivion 照樣突破 上身體 做到犯規 兩罐傳中之後 Elginville 又突破 羅斯基這個球 打算做個進攻犯規 但是 放手積極性方面 可以加強一下 所以零罐隊暫時領先4分 羅斯基 設一個Pick給大奧 大奧 後手運球之後 速度壓制 擔心卡爾馬龍 卡爾馬龍 連跳起的時機都沒有 場邊好像是基斯寶羅 櫃在這裡 知不知道下燈的 Step Back 3分 都說過最近幾台 AI AI下燈做的Step Back 3分 我是未見過入過的 太慢了 好可怕 跟現實跟真人 差距太大了 Dr.J 拉到3分線 很出的位置 打算單打 Elgin Baylor Elgin Baylor 我熟 前幾集 被棉炭佬爆到很離譜 知道嗎 阿燈 感覺到有點空位 中距離出手 命中 現在燈哥真是小中距離 燈哥14中10 高效 拿低了25分 德士辣 換個頭 有沒有走步 裁判不出 不要理他 摩西斯馬龍 被棉炭佬 被棉炭佬 然後另一個馬龍 收下這個板 靈貫隊這邊 繼續交給詹斯阿燈 是不是 不是 給到Patrick Eurion 卡爾馬龍 AI直播 倒下頭 一加速 速度確實夠快 去到4分的領先優勢 基斯本來還在肥 德士辣 是不是單打呢 去到 嘩 外線禁飛區 卡爾馬龍 反擊 急停下頭 命中 6分的分刷 大歐 盧斯基打算幫他設個Pack 他說不要 繼續單打 這次卡爾馬龍的保防 慢一點 否則 又是一個窄土 詹斯阿燈 到你單打 最後時間不停單打 嘩 這個全球很漂亮 硬上可能會被人干擾 靈貫隊 可以繼續保持6分的領先優勢 不叫他嗎 大歐 繼續單打 嘩 這次也不錯 倒下頭這個加速 也是拼掉了卡爾馬龍 就2分2分這樣追 開不開之犯規 戰術 不開始的話 如果計算 倒到24秒為例 最後是剩下13秒左右 給一半隊這邊 你是落後4分 所以這個選擇合不合理 不知道 看看結果如何 尖斯阿燈是真的準備 把時間弄掉 最後卡爾馬龍設個Pick 下燈飄移3分 不入是不入 那就留給一半隊的時間 13.6秒 落後4分 你不要說Quake 2 因為他們是沒有Timeout Quake 2就很問水 剩下3分 摩西斯馬龍尼法 這個邊線球 給了大奧幾下之後 這個出手一看就知道是不入的 基斯寶羅上線 沒有了 這場球 第一個罰球 哎呀 這都應該 第二個罰球 嘩 都不入嗎 這都應該夠贏 因為一貫隊這邊完全沒有Timeout 最後的比分 134比130 生死戰 零貫隊 贏過成功 進級 接著來的分區決賽 我們繼續是無疑 到其中一隊 拿到賽點的時候 兩邊的match up 都非常好看 我都說過 一堆75大的球員 首先看到芝加高 榮譽隊 不要叫6th ring 有些人 Bill Russell 那些真的 遠遠不止6th ring 拿到賽點 所以我們 SIM Case 是這個 榮譽隊 最強榮譽隊 VS4冠王隊 看到這場球 是最強榮譽隊 在主場 所以 去到第四節的時候 戒指是有舒服力的 真的不是虛空而來 是實力的保證 最後的比分 131比105 最強榮譽 芝加高隊 成功進級 Bob Guzzi 是28分 接著來 這邊打成怎樣 哪隊球拿到賽點 兩冠王隊 拿到賽點 這場 幫我們SIM Case 無冠王隊 在主場 哇 毫無還手之力 所以 最後的Final 就是 芝加高榮譽隊 VS2 這隊 兩冠王隊 我們每場球 都SIM Case 姜仲是老的辣 戒指說明一切 所以 咦 這場球 看來有機會入場 總冠軍 是不是代表了一切呢 去到最後時刻 嘩 又追不到 追到 最後3分21秒 芝加高榮譽隊 是領先4分 Hevichek 23分 Michael Jordan 22分 Karim Aduja 20分 兩冠王 麵灘 14分 張布林 14分 當然他們打這個輪換的人數 是比較多的 好了 最後變場 首先是芝加高榮譽隊的進攻 Bill Russell 給到柏斌 跟著分給Wildpin 的Heizen 3分 2K比那些歷斯比較久遠的球星 都是有不錯的3分能力 變坦佬的飛到會 一向都很高效的 不記得 Michael Jordan 全比Bob Kuzi 加起跳投無視 Wild Fraser的干擾 其實叫了無數的Timeout 所以我只能夠剪輯這片段 斷一下斷一下 這邊的進攻 給到我張巴倫 進攻有利 可以對著紫環王Bill Russell 好猶豫 現在 Heizen 脖子 脖子 最後麵炭佬看不下 下手 見到芝加高榮譽隊 已經拉開到7分的領先優勢 看看這次進攻 Bob Kuzi Michael Jordan 作勢要設定 其實是切進來線 去到很深的位置 最後是Ray Allen干擾到他的出手 跟著Wild Fraser這邊 怎樣處理呢 給到奧拉祖雲 給到Ray Allen想射 拼了一下 跟著Ray Allen給到面炭佬 是空了 但是有點遠 不敢射 花哨的運球之後 轉身再擔著Bill Russell 不是這麼容易 Bob Kuzi No Look 給到Heizen 輕鬆打扮 其實這隊G.R.哥榮譽隊 其實就有很多 球賽名宿 Old School Basketball 你看對面就知道 你看Heizen對面就知道 就知道什麼年代 張伯倫輕鬆坐進 你看張伯倫的鞋 你就知道什麼年代 包括Bill Russell 都是 帕奔 給到Heizen MGA是不是要Post 沒錯 對著Ray Allen 來啦MGA 轉身 Fade Away 打扮命中 去到9分的領先優勢 為什麼把那些人放在這隊 公牛隊 是因為你 所以你要交出精彩的表現 張伯倫輕鬆打扮 張伯倫18分 Jabba是20分 Bill Russell 給到MGA 給到Bob Kuzi Kuzi轉身 其實Michael Jordan還上攻 給不給他 給他 拉開一邊 對啦 試探部 Michael Jordan想爆進去 轉身 Fade Away 不是的 傳出去給到Wild Pen的 帕奔不進 傳得很合理的 歐拉祖雲 對著MGA 要不要給他Post Fraser說 我自己來啊 擔著兩位的菠菜民宿 照樣上入 Michael Jordan 等你殺死比賽 不是的 Bill Russell說 不是啦 先換個人 給到Bob Kuzi 給自己 對嗎 Bob Kuzi轉身之後 急停跳 不進 張伯倫 收下這個板之後 自己帶上來了 落後五分的情況下 對著 對著Bob Kuzi 忍不住 要自己刺球單打 不用擔心的 好啦 參考之後呢 兩冠王隊這邊 要執行犯規的戰術 Michael Jordan兩份傳中的 所以 留給兩冠王隊的時間 就不多啦 這次最終 其實 要搶三分的啦 我覺得 綿灘王被奧拉祖雲 給到 Wall Blazer 好像還是找張伯倫的戰術 但打算給張伯倫 Bill Russell 咦? 最後還給Wall Blazer 硬射 Bob Kuzi不入 那就殺死比賽啦 最後還給129 比135 GAME1只有一個榮譽隊獲勝 好啦 GAME2 我們繼續 SimCase 依然是芝加哥最高榮譽隊 在主場 那麼多個戒指 應該是有舒服力的 但是第二場 看上去 沒錯啦 兩冠王隊要扳回一城 最後是贏了29分 這麼多 Michael Jordan 25分 Aduja巴17分 Bill Russell 16加10 那邊的話 Rae Erlund 是得分最高的球員 27分鐘 拿下28分 好啦 接著兩冠王在主場 看看打成怎樣 應該就是還有入場機會 照計實力比較接近 兩冠王這邊這麼多90加的球員 但是戒指數說明一切 這一場也輕鬆取勝 144分這麼高 Karima Aduja巴 浪費2分12個版 確實是神仙打架 GAME 4 兩冠王隊繼續在主場 這場球應該有機會入場 有了 這場球應該有了 去到第四節的時候 比分還是比較接近 所以打到 打到最後的5分18秒 是105平 OK Bob Kuzi 22分 Karim Aduja巴 Bill Russell Michael Jordan 只有12分 那邊 Iseer Thomas 是18分 好啦 進入現場 首先看到Bob Kuzi 現在外線持球 感覺良好 突然發炮 3分 命中 下一次進攻 5號球 跑位 繼續給到Bob Kuzi 連續2個3分 Morella 這邊是橫耳顏色 接著一個回合大家 沒有拿分 MJ左手妙傳給 Heisen 接著兩孤王這邊 Iseer Thomas 給了張伯倫 然後Bob Kuzi 衝入內線 給了Michael Jordan 接著傳給 Wild Ping Heisen 波士頓榮譽隊 差不多 很多波士頓名宿 接著我們看到 最荒謠的這個動畫 2K23 我真的不想看到這個動畫 Bob Kuzi 上線 兩分一中 單手推波仔式射發球 最後3分鐘左右 我們慢慢看 Iseer Thomas 給了棉塔佬 有點遠的 真的有點遠 Bill Russell 這個版本非常霸氣 Cross Over之後 一個Step Back 不敢射 給了Michael Jordan 入Bill Russell 唱Raehlen 犯規 Raehlen Raehlen 也很無辜 我看不到任何犯規的動作 目非Raehlen 練習了一身的好武功 他懂得化骨面長 一拍來MJ 你肚腩穴 哇 心肝脾肺腎 也有點歪歪 所以裁判吹 算好了 沒有吹T Iseer Thomas 給了張伯倫 給了Iseer Thomas 半磅的腳步 確實夠快 接著給了棉塔佬 也有DD干擾 不過3分 名中 Michael Jordan 叫Time Up Time Up Time Up結束 Bob Clousey持球 MJ 設定 接著留意MJ 的位置 打算給他 給得慢了一點 Raehlen 給了Iseer Thomas 幫他 要給他 差點倒進去 對呀 我以為球又要倒進去 反擊 Michael Jordan Wild Open 這個球把握不住 不應該 Iseer Thomas 這個球就不用傳了 自己走進來一個拋頭 其實入場的表現 MJ一般 當然 2K入面MJ 就這樣 沒有什麼爆炸性表現 經常 Hyson Bill Russell Hyson Hyson 對著大衛羅賓順 好像 對著牆 那樣 怎樣大球都過不了 嘩 最後給了Bill Russell 我多謝你呀 Bill Russell 真是客氣 差不多 等於剛剛 開完屎 叫人家去廁所 張伯倫 打板命中 2分的分差 MJ 出來啦 有沒有鏡頭 他真的沒有鏡頭 好啦 拍分出來啦 嘩 要開三分命中 最佳拍檔 來啦 Iseer Thomas 依然是這個傳術 這次給我張伯倫 張伯倫繼續 這次是Pose Up 倫哥轉身 輕鬆 放攬 倫哥 19分 這次的戰術是找MJ 去到這麼深的位置 Raren都看穿了 轉換的機會 給到了Iseer Thomas 原來 給到倫哥 非常敗的床進 好看 1分的分差 MJ 是找他啦 這個戰術一跑出來 就好失望 好 完全漏了人 好啦 接下來兩冠王隊 連續叫三個探俠 用了所有探俠 2K的經典傻小子操作 嘩 這個波又是什麼操作來的 直接送給MJ MJ 還要剛剛叫了所有探俠 你馬上做個turnover 更加體驗到探俠的重要性 所以2K23其實有點細節 我都不求大細節 小細節要改進 這個波給了大賴同分信 14.4秒 其實就沒有什麼操作的空間 小細節 譬如最後時間 你不要浪費探俠 連續叫三個 為什麼拆呢 那現在 兩冠王隊很被動 又要開始犯規的戰術 送MJ上線 來啦 MJ 給鏡頭給你 第一份命中 沒有啦 兩份全中 基本上沒有 對 沒有了他貓 五分的分差 I said Thomas 戴上完之後 亂叫五蛇 信不信呢 好啦 有空位 三分不入 沒有啦 最後比分129 比123 哇 輪廓射過三分 芝加哥榮譽隊 3比1領先 好啦 接著來 Game4繼續 sim case 可以看得出 姜還是老的辣 其實一路走過來 這隊 芝加哥榮譽隊 好輕鬆 哪怕是VS4 冠王球隊 都只不過是 4比1的總比分 所以我覺得兩冠王 唉 有點問水啦 芝加哥榮譽隊 在主場 你場播 後段發力 應該是有機會入場 第四節 我們慢慢無意 希望兩冠王這邊 可以縮小這個分差 唉 何止縮小 簡直是反超了 最後的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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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的 4分06秒 兩冠王是領先3分 Bob Cruz 21分 Michael Jordan 21分 Karim Aduja 14加13分 兩冠王這邊 Ray Allen 17分 我留意到 居爾好像 沒有怎樣安排 KD打手法 其實你說總評的話 KD97 麵攤佬也是97 這樣就差不多 他就選擇了麵攤佬 做這個手法球員 好了 就進完場 首先看到Bob Cruz 射了一個拔球 單手推球 都進了 接著 奧拉祖雲 Pose Up Bill Russell 都頗硬 打敗命中 彈麥哥Jordan 很混亂的動作 不靚仔 動作不消灑 當然進了就OK 然後大衛羅賓遜 是大蝦勢的 好了 最後2分40秒左右 我們慢慢看 Heisen 打算給Bill Russell 但是要經過太多防守球 Rey Allen 駕停掉頭 Heisen 收下這個板 給了Kuzzi Bub Kuzzi 好像感覺到 有些空檔 3分不進 說實話 這場球 如果 詹加哥榮越隊 贏FMVP 給誰 沒什麼頭緒 好像Michael Jordan 數據 都不是太恐怖 當然 我們是說 入場的比賽 大衛羅賓遜 3分不進 不知道毛爾 有沒有爆發 發奔 傳給Kuzzi Bub Kuzzi 對Isid Thomas的防守 左手上籃 好像奧拉祖雲干擾 然後 反擊 給到面炭佬 人群當中 突然之間 一個jumpsuit 比較困難 Bub Kuzzi 給到拍奔 MJ真的沒有什麼鏡頭 好了 這次又是這個戰術 一說沒有鏡頭就來了 好了 參考結束 奧拉祖雲 給了Isid Thomas 球線左右的位置 其實是有點空降的 不可以 而已 發奔 給到Michael Jordan 一迫 迫起了面炭佬 咦 捉到包 我多怕他走步 因為這些動畫 經常都會走步 Michael Jordan上線 底筆 也有的 115停 大家都知道 MJ Final 就不打Game7 Game6 也不想打 在主場蓬佩 最好 奧拉祖雲 強行上 這次Bill Russell 干擾到 Michael Jordan 給到Heisen 給到Bob Kuzzi 3分命中 反超比分 領先3分 FMVP 會不會給到Bob Kuzzi 絕對有機會 入場之後 很多亮眼的表現 這邊給到奧拉祖雲 轉了兩次 兩次不同的方向 然後勾手命中 好了 參考結束 兩隊球都只剩下一次 時間 不要亂說 不要亂說 Bob Kuzzi 給到柏斌 3分命中 又看到柏斌 關鍵的3分 領先4分 兩冠王這邊有沒有回應 看球員的站位 對 又是找奧拉祖雲 Pose Up 這次 又是這樣轉身 轉兩次 最後停了球 停了球 加上問老師 再頁 再問老師 再頁 金牌老師 Bill Russell 這個老師手上的戒指 特別多 Michael Jordan 壓時間 你不犯規 最後只剩下10秒 只剩下一個 時間 而且這次防守 最起碼要先守 Michael Jordan 真的拖了所有時間 急停跳投 是不進的 留下10.6秒 給這個兩冠王隊 看看可以安排到什麼戰術 沒有時間 來吧 麵炭佬 來吧 整個系列賽 都沒有上過KD 就是我們入場的時候 沒有上過KD 麵炭佬 阿串你 沒有了 沒有了 最精彩的比賽 最後比分117比123 總比分4比1 姜仲是老的辣 這班球員 為什麼拿這麼多次總冠軍 絕對是有原因的 恭喜GR高榮譽隊 成功絕對 最後看到 湯奴雲教練 高高百恩貝 他直接說出來了 他是乘客 球員的司機 FMVP 還是給了MJ 王中王的MJ 最後都看到 FMVP Michael Jordan 這個Final的數據 其實都比較輕鬆 是很輕鬆的 24.6分 6.8個助攻 3分球之後 3x3的標高 已經是夠贏 看來姜仲是老的辣 拿這麼多戒指 就絕對不是開玩笑 戒指就沒有說水不水 這件事 所以這對GR高榮譽隊 最後奪館 實至名貴 OK啦 今天的視頻到此為止 喜歡的朋友 希望多一點讚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